我也反对国光石化在云林兴建 你要在哪个县是你家的事 可是云林绝对不准踏进来一步 这人可能没掉 保险没掉 所以没有用嘛 公民力量还是影响不过 这些所谓的经济开发 或者是派系利益 我觉得盆虎这一次是 因为是事情的投票 所以比较可以跳出 那个派系的掌控 那只要是人把他的良知拿出来 那特别是外面的人 人给他一点助力 那其实这个是有办法 那今天我们去拜访 那个天主教的宗主教 他之前也跟我们站在一起反独 那他就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就是 人的这个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有的 可是只要有人去帮 大家一起去帮忙 那过去我们这些 所谓被定位成台北的环保团体 这些社运团体 我们去关心地方的事物 特别是在环评会上面的时候 我们讲的 不管讲的再有道理 台北观点 他们就说我们是台北观点 然后就说 你代表人不代表 不然你来这里试试 不然你来投资多少 就会这样子 那这些民意代表或地方首长 像我们刚刚看到 彰化的地方首长在环评会上面发言 其实对这些委员是有压力的 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次从澎湖的事情看到 这些所谓的地方政治人物 他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的 那这一次赌博的公投 没有一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不管国民党民进党没有人公开出来 反对赌博 可是赌博反对赌博是得到56%的支持 那所以其实对事跟对人不一样 那对人的问题就来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巩固 我们这一次的民主的成果 是要人的部分也要去改革 就是说我们这些关心 这次关心澎湖赌场的这些人 这些年轻人回到澎湖的 或者是地方长期在地方的这些 社运环保团体的 像林长欣老师这些人 他们过去其实一直在做社会运动 或者是做一些生态旅游 但是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进到政治体系 也不想进去 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又说 我刚刚鼓励说 我们都能够拿到56% 我们选一个冠以外 我选不到 他说一眼明明是在做什么 就说他们在想的是说 那我进去政治体系 一般人对政治体系 还是很很负面看待的 就怕进去会被搞了乱七八糟的 那我们来想说 其实地方的政治就已经在这 那个劣币足粮币的状况之下 即使这次公投赢了 你说现在的县长选举 或是县议员选举 大家也不敢那么乐观 因为对人跟对视还是不一样 那我们要巩固这个成果的话 其实我们一个是说 不需要人勇敢的出来参选之外 其实我们的政治的制度要去改变 选举的门槛 一些不必要的门槛 保证金啊 或者是很多的这种 包括媒体上面的这些门槛 其实要去除 那另外就是一个透明的政治要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 上次大安区那个议员无选 然后我非常认同那个温炳元 但是我们就没那么好 去到那大安区嘛 不过我就回答给你们 可是后来想说 好歹你们绿党提出这么好的证件 好歹票数也拿了不少 结果很低很低 我想问的是说 如果公民力量 只是像狗废火车的话 当然现在比较好 车上的这些乘客会感到说 到底是够一只狗在胖到什么 可是火车还是继续走 我想说的是说 超越蓝绿大家都想要 大家都很厌恶蓝绿恶斗 可是最后不是蓝的 就是绿的当选 为什么这种公民力量 永远无法改变政治结构 我们来看看公民力量 是否真的在台湾已经形成 头戴火焰环 象征人民争火大 拿大塑胶罐跳起战舞 这是环保团体组成的绿党 跟社运团体人民火大联盟 在过去立委选战 企图争取国会席次 同样是争取社会正义 这位罹患罕见疾病的主播 杨玉昕即使行动不变 也要为公民拼选战 为了理想而牺牲 那是很光荣的事情 但是他们全都没能登上 监督政府的国会殿堂 主要是去年起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 单一选区更压缩了小党空间 而两票制规定政党得票 必须跨过5%的门槛 才能拿到国家每年 每票50块的补助 小党先天不良 后天又缺乏澳元 选战全军覆没 还赔上200万的政党押金 0.5%就应该给补助 就是要让那个小的 透过这个国家的公费的资源 才能够把好的意见 微弱的意见发表出来 第三势力在去年立委选战 尽管拿到了30多万票 但是一票也没有办法获得补助 他们并不死心 台湾的第三势力要发展成一个 成熟的政治力量的话 它最终还是要透过选举 去取得民意的认可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管道 公民团体呼吁比较德国 让跨过得票0.5%的政党 获得国家补助 如何让两大党提案修改损罢法 还有待全体公民的努力 我讲一讲真的还蛮悲哀的 红党也选不上 绿党也选不上 贩植也选不上 第三社会党也选不上 我请教立宏 有可能突围吗 还是大概就是公民力量 只是狗废火车 如果公民社会真的 垫基础的话 那这个情况会改变 但是公民社会要垫基础 其实是需要这个国家制度的助力 如果说我们现在开始 任何的选举初选 就是公办初选 那如果说政府愿意去修法 其实立法院现在国民党 一党就可以修法 它其实是可以建立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不一定我全部棍冒旁体 但是我愿意让小党有空间 让整个社会多元的声音 在立法院呈现 而让立法院变成一个公民论坛 那所有的声音 可以在立法院获得解决或协商 那这样台湾的政策会进步 但是可惜的是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人物 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哑量 但是地方有法做到的 理事长 你们暗粉临地方来看 这个立法院有可能改变一切吗 可能要很慢 像我们现在有社区着手 因为慢慢的就是说 你要让它有一些资源进来 慢慢是这种教育 我想还是要有一个交易 但是蛮慢的 就是说 为什么你看你在那边 你可能是一个指标性的 你自己怎么做 我们在定义上 你如果说法典 你看你自己的本身要怎么做 你走在前面 但是走在前面的话 你可能会相当累 你如果说他像出台人 我跟他说就是抹黑 这是攻击 我再猜一句 但一选切两票制 导致现在买票或绑装更清楚 你知道我都可以抓到 这个村 这个林 这个票谁跑掉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其实是我们现在实施的 单一选军很不知道之 是反而对国民社会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是 黄老师 您华人应该有改变的可能 我觉得如果我们越了解 现在政治运作的实行是这样子 派系还有那么大的力量 我们对这个政党 老实讲要表达更多的生计 更大的压力 国民党 赶快去培养你的青年吧 你如果不培养你的青年 出来现议员 市议员的这个选举 现在好多派系的 现议员的第二代 老实讲已经大学地业 它又变成一个新的派系 世袭的派系了 让国民党负责任一点吧 或者让民进党也负责任起来 可是有做还是有希望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 谢谢